大家好,我是书香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单元剧 Urban Legend 都市传说的全集 有些将本剧翻译为 下一个就是你 本剧由导演伊莱罗斯进行创意指导 用八集的篇幅展示经典都市传说 希望能够吓到各位 订阅书香哥 点赞本视频为我们的更新助力 罗斯和丈夫约翰在大西洋一座海岛度假村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蜜月 两人在蜜月结束前一天 他给了服务生马克思100美元 作为他对两人服务周到的小费 马克思对两人的慷慨非常感谢 这荫雾被灵桌的一位女士看到 他好心地告诉两人一个秘密 他的朋友去年来过这里 从对方那得知度假村附近 有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海滩 他们昨天刚去那里 简直是世外天堂 令人流连忘返 而且距离度假村也不远 接着女人说完 抓了抓手臂上的几个小水泡 于是罗斯和丈夫 来到这片美丽的沙滩 两人静静地感受着海风的爱抚 丈夫说 如果他们有了孩子 罗斯却说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 可就在丈夫下海玩水时 沙滩上的坑洞中 钻出了一只黑色的蜘蛛 悄然向着沙滩上的罗斯爬去 就在罗斯躺下 准备晒个美美的日光玉石 蜘蛛已经从毯子中 爬出钻进了他的长发中 而罗斯对此一无所知 侧身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就在罗斯和丈夫度假回来后 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脸 起了两个小疙瘩 以为是被度假村里的臭虫咬了 也没太过在意 可就在夜晚罗斯醒来摸了摸左脸 发现疙瘩似乎变大了 他冲到卫生间 对着镜子一看吓了一跳 连忙把睡梦中的丈夫叫醒 约翰起来查看后 认为可能是人体免疫力的关系 伤口在好转前会膨胀 罗斯发现自己有些低烧 感觉到不太对劲 丈夫安慰罗斯 第二天就带他去看医生 罗斯这才关灯睡觉 第二天两人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认为不是臭虫咬的 因为臭虫的咬痕不会膨胀 但他也不清楚是什么 于是帮罗斯预约了 另一个皮肤科专家医生 但是需要等待一周 罗斯最近看过一些营区 寄生人体的恐怖新闻 医生确认这并不是营区 奉劝他远离网络好好休息 可回到家罗斯 忍不住在网上搜索起来 看得自己心惊肉跳 想要喝一杯红酒压压惊 却被丈夫劝阻 生气的罗斯 只好回到床上睡觉 可第二天约翰醒来 发现罗斯脸上肿成了一个大包 罗斯惊慌失措 冲进卫生间把门反锁 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脸庞 发现有一根黑色的物体 从脸部伤口中探了出来 罗斯无视门外的障 他强忍住心中的恐惧 对着镜子用钳子轻轻一扯 竟然从伤口里扯出了一只大蜘蛛 罗斯在尖叫中 直接倒地晕了过去 而无数的小蜘蛛 从他的伤口里爬了出来 而这仅仅只是 他恐怖噩梦的一个开始 当罗斯醒来后 已经在医院 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后 想要回去 可约翰告知他需要等退烧 和医生测试结果出来 才能回家 罗斯突然把过错 全怪在丈夫身上 约翰惊讶地看着 爆粗口的妻子 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 罗斯也反应过来 抱着丈夫 哭着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回家后 约翰电话联系了 之前的独家村 找到那位服务员马克思 告知了发生在妻子身上的事 并询问对方 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电话那头马克思一阵沉默 说电话里讲不安全 让约翰留下电话晚点回给他 此时医院中的罗斯 突然从睡梦中痛醒 坐起身来一摸自己的嘴巴 从里面掏出一颗沾满鲜血的牙齿 看到自己满手的鲜血 罗斯吓得走下病床 来到一旁的洗手台 接着从嘴里掏出 一个又一个脱落的牙齿 而更恐怖的是 掉入水槽的牙齿 竟然从里面爬出了一只只小蜘蛛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一旁的医生告诉他 原本明天出院的罗斯不能离开 从他大脑的核磁共振中 发现了一个异常 所以需要做更多的测试 但罗斯仍然强硬地要求第二天出院 约翰等不到马克思电话 再网上查找 联系上一个举报过度假村 隐瞒真相的女 对方告知约翰四年前度假村开业后 曾有一些工作人员消失不见 酒店付钱给那些人的家属 所以外界没人知道 但度假村的一些客人回到美国后 行为开始变得古怪 因为有着四个孩子的母亲 驾车撞向人群 另一个客人则杀了自己全家 两人都没有精神病史 唯一有联系的 就是他们都曾住过这家度假村 这座海岛度假村建成之前 被原始森林包围 没人知道丛林里有什么 这时女人的连线中断 而约翰的窗外 有一只蜘蛛爬了进来 慢慢向着沙发上 躺着的约翰爬去 在他翻身躲过后 蜘蛛继续向着约翰的耳洞进发 这时他突然 被房门开启的声音惊醒 惊讶地发现 本该在医院的罗斯 突然回到了家里 罗斯骗丈夫说 医生让他出院了 可就在罗斯走进卫生间后 他开始慌张地 揉捏着脸上鼓起的伤口 并渐渐发出奇怪的嘶吼声 约翰越想越不对 于是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可是医院电话排队 占线人数太多 这是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一段视频 房间内关着一个 用四肢爬行的人 看到镜头咆哮着冲上前来 恐怖的脸庞 让约翰心惊肉跳 他拨通了对方的号码 对面传来马克思的声音 说这人是他的妹妹 之前喝醉 晕倒在度假村外的沙滩上 几天后 他开始攻击家人 带他去度假村找医生诊断 却被他们关了起来 说他感染了某种病毒 改变了他的大脑 但马克思知道是蜘蛛干的 这种蜘蛛会 通过咬开的伤口 钻入人体内 孵化出小蜘蛛 钻入人的大脑 并影响人的行为 马克思签了保密协议 无法告诉妹妹的结果 只能告诉约翰 如果罗斯被咬了 他就死定了 约翰来到卫生间 发现房门散开地上一滩血 正疑惑妻子 罗斯去哪里了 家里突然停电 陷入一片黑暗 约翰用手机照明 来到厨房 发现家里的电表箱 被人打开了 接着被妻子 用重物打晕倒在地上 当约翰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 动弹不得 而妻子 则站在床尾目不转睛 盯着他 丈夫不停地劝说着罗斯 罗斯一路爬到他的身上 罗斯却从口中 吐出一团粘稠的 液体涂在他的身上 接着他按住约翰的脑袋 让蜘蛛钻入了他的耳朵 约翰的惨叫声 回荡在空旷的房间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 白色的蜘蛛网 包裹了全身 看到无数的小蜘蛛 从约翰的伤口里孵化而出 罗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嘴里说知道 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 至此故事结束 瑞秋和好友丽亚 来到城里的二手服饰商店 一件礼服 挑选时他的目光 被角落的一条 白色蕾丝裙所吸引 不仅是自己的尺码 样是他也很喜欢 在丽亚的建议下 瑞秋是穿了这条 白色连衣裙 上身效果比想象中 还要漂亮 可他发现裙子价格昂贵 自己所有的钱 只有售价的一半 最后在丽亚放弃 自己礼服的慷慨解能下 他买下了这条裙子 瑞秋回家后 立刻穿上了心爱的裙子 在镜子前查看着 忽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臭味 于是拿起香水 对着裙子喷了喷 正当他心里美滋滋时 又发现裙子左侧腰部 有块黑色的污渍 用手摸上去也是干的 就在他准备去洗掉污渍时 感觉到裙子 仿佛被什么人拉了一下 可转身却空无一人 瑞秋一边和丽亚通电话 确认裙子在店里时 并没有怪味和污渍 一边用清洁剂洗掉了他 夜晚就在瑞秋查看舞会介绍时 笔记本突然没电了 他在床底下看到了充电器 就在伸手去拿时 看到了对面一双惨白的脚掌 瑞秋吓得连忙站起身来 可床那头却什么都没有 只有不远处门上挂着的白裙子 睡觉前瑞秋把裙子挂进了房间的衣橱内 就在他关灯准备入睡时 突然听到了衣橱门打开的声音 瑞秋坐起身看向漆黑的衣橱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于是开灯把衣橱里的裙子 拿出来挂在镜子上 可就在他再次关灯准备入睡时 镜子上挂着的裙子突然动了起来 像是有人穿上了他 向着瑞秋走来 木地板的吱嘎声惊醒了瑞秋 他飞快地转身开灯 却只看到裙子从空中掉落在地板上 瑞秋下床捡起了这条诡异的裙子 已经不敢把它放在卧室里了 于是把裙子挂到了卫生间的门上 可就在瑞秋回房关门后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他以为是妈妈在门外 呼喊了两声后却无人应答 瑞秋强人恐惧打开房门 看到一个白影飘进了卫生间 而原本挂在门上的裙子也消失不见 他以为刚才人影是母亲穿了自己的裙子 于是呼喊母亲的名字 可这时一旁的房门却突然打开了 母亲揉着眼睛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眼前的母亲 那刚才飘进卫生间的是谁 瑞秋还来不及告诉母亲自己看到了什么 对方已经走进了卫生间 片刻后 母亲出来问他 为什么把裙子扔在地上 接着把他再次挂到了门上回房间睡觉 而瑞秋在床上心惊胆战地看着自己房门 惨怕那诡异的裙子又再次出现 第二天清晨瑞秋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身上竟然穿着那条白裙子 而房门也被人打开了 他下床时发现腹部传来一阵疼痛 走到镜子前一看 腹部竟然遍布着黑紫色的伤痕 他连忙拍照发给丽雅 可他却无法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 来到学校后丽雅认为 伤痕可能是瑞秋梦游时碰到了什么 突然瑞秋在学校照片墙 看到了自己的那条裙子 丽雅说自己认识照片中穿着白裙的女孩 对方比他们高几个年纪 但因为一次意外已经死去 于是建议瑞秋去服饰店 退掉这条不祥的裙子 可店员说收据上已经写明了 他们店里的商品盖部退货 瑞秋说这裙子有些古怪 弄得自己满身是伤 可店员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并且不愿意说出衣服的来源 瑞秋愤怒地抓住店员的手 逼问起对方 让其写下了卖这条裙子的人名 可回到家后 瑞秋发现裙子上的黑色污渍 变得越来越多 她来到地下室 把裙子放入洗衣机内 可就在她转身时 洗衣机门突然自动打开了 瑞秋诧异地把玻璃门关上后 倒入洗衣液 当她转身后 洗衣机门却又再次打开 洗衣机里探出一只手掌 把瑞秋吓得坐倒在地 接着洗衣机电线短路 冒起了火花 瑞秋越想越不对 于是开始到网上查询那名照片中 穿裙子的女孩 发现女孩曾是学校的舞会皇后 但被人下毒后去世 而查询从店员那拿到的名字 马库斯后 瑞秋发现 对方是小镇上一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为了了解真相 瑞秋带着裙子来到这家殡仪馆 可进入后 她发现这里阴森恐怖 就在瑞秋呼喊马库斯名字时 远处房间有个男人回应着她 于是瑞秋寻着声音 来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 可房间内依然没看到说话的人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这时房间的灯突然被人打开 进来的男人正是马库斯 瑞秋拿起裙子 询问对方为什么会卖这条裙子 可马库斯一口否认 自己从没见过这裙子 瑞秋说这条裙子闹鬼 他需要帮助 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嘲笑 马库斯说自己从事殡葬行业15年 从没见过什么鬼魂 瑞秋发现自己没办法解释 只好无奈地离开 可瑞秋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离开不久 马库斯打开了一旁的棺木 开始退去死者的衣物 接着她把死者的西装用塑料袋套好 拿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瑞秋回到家 看到母亲和丽雅焦急地在等她 可瑞秋心情烦躁 直接回房睡觉去了 母亲只好让丽雅睡家里的沙发上 第二天就是午会了 瑞秋烦躁地关灯入睡 可身后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 她起身查看 身后除了那件白裙子什么都没有 就在她转头想要入睡时 身后仿佛又有人爬上了床 黑暗中瑞秋睁开双眼 确认不是自己还听 转头看到一个女鬼就在身后床上看着她 吓得连忙尖叫起来 睡在客厅的丽雅纹身赶来 把罩在她身上的裙子移开 瑞秋发现此时已经到了早上九点 丽雅看到瑞秋面容仿佛一夜没睡 建议她还是扔掉这条不祥的裙子 可瑞秋听到后却怒气大发 说对方是不想看到自己穿好看的裙子 是个极度自己的贱人 丽雅没想到瑞秋会对自己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把舞会门票扔给她转身离开 这时瑞秋发现自己的手臂上血管也开始发黑 经过道歉丽雅原谅了瑞秋 晚上两人一起来到了舞会现场 可同学们看到她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时瑞秋突然捂着嘴 来到卫生间大吐特吐起来 恢复后她洗手时看到镜子中憔悴无比的自己 发现穿得再漂亮似乎也没有用了 瑞秋想要脱掉这条为自己带来厄运的裙子 却发现怎么都脱不掉 而下一秒镜子中出现了一个面目恐怖的人 吓得她连连后退摔倒在地上 瑞秋挣扎着起身再次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想要确认里面是不是自己的脸时 门口传来了丽雅的声音 可就在她转头看去时 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鬼嘶吼着扑向了自己 瑞秋被对方抓住后尖叫着开始反击 一把掐住女鬼的脖子 用力把对方按在厕所的门上 女鬼渐渐停止了挣扎失去了声息 而这时瑞秋发现 自己竟然把好友丽雅给掐死了 她一边痛哭一边呼唤丽雅的名字 可黑色的血液从自己的口鼻中流出 瑞秋也失去意识倒了下去 一周后 她已经成为了躺在殡仪馆等待火化的尸体 马库斯跟助手说 瑞秋是被一种类似防腐液的东西毒死的 这种毒素会导致死者生前产生强烈的幻觉 接着马库斯说 要把瑞秋火葬了 并找理由支开了她的女助手 等助手走后 马库斯打开了瑞秋的棺盖 开始退去她的衣物 一切完成后 那件白色裙子被她封装好 带入了办公室 马库斯拿起那家服饰店的名片 开始拨打起电话 这件白色的连衣裙 马上就会拥有下一任主人 瑞丽正在房间弹着钢琴 一个婴儿的哭声打断了她 接着邻居迈克给她打来了电话 但在接通后 对方并没有说话 电话中只传来男人尖叫的声音 放下电话后 一个男人的叫声打断了她 男人拍打着门 大叫着救命 米丽正想要开门 却发现对方已经倒下 回到房间后 米丽拨打了迈克的电话 却发现门外男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鼓足勇气走过去 打开灯后 才发现呼救的男人正是迈克 随后警察到来 询问了女人一些问题 从两人的对话中 我们也得知 米丽一个人居住在这间房子里 而且她似乎也没有什么亲人和朋友 第二天 米丽请工人给全卧安装了新的安保设备 所有的门窗都安装了传感器和智能锁 她可以用平板或手机控制整套系统 另外系统还会在火灾情况下自动解锁 临走时工人交给她一份说明书 并表达了对这所房子的喜欢和羡慕 接着她接回了收养的杜冰犬迈克斯 但迈克斯似乎曾经攻击过人 看来之前发生的 是让米丽感觉到了危险 她需要一个狗狗的陪伴 晚上米丽在房间里 跟着电视练习着拳击 之后 她坐在沙发上绘画 接着死去的邻居迈克给她打来了电话 疑惑的米丽接通电话后 对方并没有说话 在对方挂断电话之后 她又拨通了迈克的号码 却在沙发下面听到了电话的铃声 她探下身体查看沙发底部 就在转身时又看到了迈克的尸体 接着米丽在噩梦中惊醒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害怕的米丽叫来了迈克斯 第二天从超市购物归来的米丽 在家里呼喊着迈克斯 却发现她似乎吃了什么东西 导致呼吸不顺畅 于是米丽驱车带她来到了宠物医院 凯贝尔医生在检查后告诉米丽 迈克斯吃下了什么东西 导致差点窒息 幸亏她送来的及时 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今晚仍需要留在医院观察 于是米丽只能独自驱车回家 回到家的米丽收拾着 从超市买来的零食 她发现自己的手机已经没电 于是前往楼上的卧室 给手机充电 却没注意到一楼的门 把手上沾满了血迹 来到卧室的米丽 给手机充上了电 然后拿着浴巾来到了洗手间 却发现水龙头没有关 她以为可能是自己忘记了 并没有在意 于是继续在卫生间洗着澡 但似乎门外一直有什么声音 而这时卧室的手机 收到了凯贝尔医生的电话 洗完澡的米丽 发现了卫生间的毛巾也不见了 但她仍没有在意 走出卫生间的她 并没有检查手机 而是静止走下了一楼 卧室的手机此刻 却收到了凯贝尔发来的信息 她告诉米丽 不要再回到房子里 在厨房倒水的米丽 发现了地上的血脚印 此时她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手机 来到卧室后 看到了凯贝尔医生的短信 原来他们在麦克斯的位里 发现了三根人的手指 似乎有什么人在她的家里 所以才会警告米丽不要回家 但米丽此刻已经在家里了 她顺着地上的血迹 发现医生提到的人 可能就藏在卧室里 她慌忙地跑到楼下 想要打开门 却发现手机已经没电 听到后面的脚步声 米丽只能躲在柜子里 男人追下来不停地寻找着她 听着男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米丽悄悄地爬出了柜子 她贴着墙壁 听到了男人上楼的声音 于是 拿出了抽屉里的安保设备手册 查询到了不使用手机开门的方法 她点燃了手册搬来一把椅子 想要利用烟雾 触发火灾报警 虽然这个方法起到了作用 但等到米丽跑到门口时 智能索又自动关闭了 米丽绝望拍打着门 而这是楼上的男人也寻声追来 随即两人扭打了起来 在打斗中 米丽撕开了男人佩戴的面具 正是之前安装安保设备的男人 米丽捡起地上的重物 把男人打晕 并找到了平板 打开了窗户逃了出去 她向着外面的马路疯狂跑去 不久后 她看到了路过的汽车 拍打着车窗向对方求救 而车上的女人似乎并不想救她 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司机打开了车门 但很快米丽就发现 车的行驶方向不对 她刚想要打开门逃出 却被对方直接打晕 醒来的米丽发现自己 仍然待在车里 女人和那个男人 在车前争辩着什么 米丽发现了车里的面具 然后爬到汽车后面 打开了后备箱逃了出去 她捡起地上的一根钢筋 接着藏进了一旁的 废旧汽车堆里 而很快女人和男人 也发现米丽已经逃跑 女人拿着手电和锤头 不停地寻找着 而这时米丽已经躲在了 一辆废车里 发现女人藏在自己身后 随即两人纠缠在了一起 打斗钟米丽 用钢筋捅向了对方的脖子 而另一边的男人 似乎也还在等待着女人 却不知道身后的米丽 直接用钢筋了结了她 杀死男人之后 米丽从对方身上 拿出电话报警 而之后的宠物医院里 凯贝尔医生 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警察向他索要 之前发现的手指 而凯贝尔却发现手指 已经不见了 似乎是一名工作人员 处理了她 经过这次事件 米丽再次加固了家里的窗户 而打开柜子后 那三根手指正在瓶子中泡着 至此本集完 本剧的下一集 将在11月25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此类影片 务必订阅书香哥 点赞本视频 为我们的更新助力 克莱在离婚后 迷上了社交软件 寂寞的她最近匹配上了 一个名为塔莎的女儿 很快两人约定在一家酒吧见面 但就在克莱叫来服务员之后 服务员似乎认识眼前的女孩 并称她为塔莉亚 等服务员走后 女孩称那是她的同学 而塔莉亚只是她的昵称 惊虫上脑的克莱 并没有在意这些小细节 接着她聊起两人的年龄差 但女孩并不在意 她称自己有严重的恋父情结 并叫克莱爸爸 这时克莱说出自己刚刚离婚 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 她以为自己离婚的决定非常明智 接着画面来到汽车旅馆 克莱睁开双眼后 感到头疼欲练 她坐起身来发现 自己的腹部疼痛无比 揭开铺在身上的毯子 发现腹部右侧 有一个已经被缝合的伤口 而酒店的墙上贴着一张照片 并警告她不许报警 克莱挣扎着爬下了床 从地上的裤子里掏出手机 发现女孩的账号已经注销 于是她联系了自己的私人医生贝尔 并把腹部伤口拍照给对方看 贝尔认为她的肾被人割走了一个 不过问题不大 人只要有一个肾也能正常生活 可克莱却无比激动 因她年轻时动过手术 本来体内只剩下唯一的肾 如今却被人割走了 贝尔让她冷静下来 并告诉她没有肾 也可以存活48小时 但她需要马上做血液偷袭 之后她询问了旅馆地址 尽快赶来 而克莱则无比后悔自己昨夜的约会 贝尔感到给她包扎了伤口 并准备带她去医院救治 但却被克莱拒绝 就在贝尔载着克莱赶去朋友家做偷袭时 她接到了一个被注为克莱的肾脏的号码 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 声称可以归还她的肾 克莱询问对方想要多少钱 但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并发给了她一个地址 克莱挂断电话后 立马让贝尔停车 她知道即使自己去医院上了捐赠者名单 可能也要两三年才轮得到她 而克莱现在只有36个小时生命了 她求贝尔陪她一起去那个地址 等到两人到了目的地 发现是个废弃的厂房 进入后里面一片漆黑 于是两人分头开始寻找 贝尔前往楼上 克莱则来到地下室 从镜头的房间里 她发现了一件简陋的手术室 金属盆里随意地放着一些体内的器官 就在克莱准备拍照时 两个身穿手术服的男人出现 让她签署一份25万美元的转账文件 克莱打开冰冻箱 看到了一个肾 却发现这个肾看上去很旧 根本不是她的 她之前生病两个肾都坏了 是她的前妻捐了一个给她 克莱想讨价还价 可对方说这里不是超市 她的老板正在关注着克莱的孩子 克莱被迫无奈只能把文件签了 可对方在她签完后 却翻脸不认人 两人架着克莱 把她固定到手术床上 用麻醉气体令她失去了意识 半睡半醒之间 她看到自己的伤口中 探出了一只手掌 惊恐地尖叫起来 当克莱醒来后 发现四周空无一人 她只能挣扎着叫了一辆车 前往医院 担心贝尔出事 她在途中拨打对方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这时她突然想到了 酒吧的那位女服务员 立即调转车头 来到酒吧 在她的恐吓下 女服务员吐露出对方的住址 克莱趁着女孩开门的瞬间 把对方扑倒 女孩咬上她无嘴的手指后 从柜子里掏出一把手枪 可还是被克莱夺权 她只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知了克莱 有个男人找到她给了许多钱 让她和克莱约会 然后背着克莱 把药放入她的饮料里 可当听到男人名字 克莱惊呆了 经过女孩对比照片 确认害自己的人 正是她的私人医生贝尔 就在克莱怀疑人生时 女孩冲向她想要夺枪 却被克莱一枪打死了 克莱来到贝尔所在的医院 跟踪对方 发现竟然来到了 自己前妻的住所 她拿着枪跟了进去 原来幕后黑手 正是自己的前妻 她认为是克莱外遇 造成了婚姻的破裂 而自己只是取回 原本属于自己的肾 克莱感到身体 越来越不对劲 她拿走装肾的盒子 准备前往医院 可还没走出房门 就视线模糊起来 贝尔城市将她扑倒在地 当克莱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 独自躺在荒郊野外 而路中间的箱子里 放着那个肾 上面纸条正是妻子的字迹 写着她给克莱一个机会 这个十字路口 有一条路 通往十英里外的商店 其他路则是死路 只要能及时到达 商店门口电话亭 联系上医院 她就愿意把肾给克莱 不过她的时间 只有十二小时了 克莱无奈选定了一个方向 开始前进 时间来到一周后 某个店主 外出度假关闭的商店外 箱子内的肾上 爬满了苍蝇和蛆虫 而一旁的电话亭面前 躺着的克莱早已死去 诡异的是 电话亭内的电话线 也已被人剪断 可想而知克莱 死前是多么的绝望 这次故事结束 本片对于 喜欢约姑娘的男生来说 的确是一部 母亲去世后 两个女儿 继承了母亲一间百年老宅 这天她们驱车来到乡下 想要重新装修下这栋房子 等到她们进入房间后 发现房子的空间非常大 除了家具有点陈旧之外 一切都很满意 两人各自选了一间大卧室后 开始打扫客厅 小美在房间里 架起一个相机 准备记录美好生活 并设置成每30秒 自动拍摄一张照片 大扫除结束后天色已暗 两人叫了一份炒面 刚准备开动 走廊的灯突然开始忽明忽暗起来 小丽看着紧张的小美笑了 这栋房子时间太久了 出现这种问题很正常 明天找个电工来修一下就行了 小美将吃剩的炒面放到了冰箱 清洗杯子时不小心 被饮料洒了一身 她刚想要脱衣服 忽然听到身后似乎有脚步声 可她转头却发现 背后只有一堵墙壁 上面还有个老式的挂钟 小美以为是自己错觉 可就在她回头的瞬间 挂钟响起 把她吓了一跳 大半夜睡梦中的小美 被一阵吸尘器的声音吵醒 她以为是小丽半夜起来 打扫房间 小美走出房门 发现那声音 并不是从隔壁小丽房间发出的 似乎是从楼下厨房传来的声音 她一边呼喊着小丽的名字 一边走下楼 却在楼梯间 闻到了一股腐烂的臭味 就在她即将进入厨房时 厨房的灯却突然暗了 正疑惑时 那灯也开始忽明忽暗起来 小美吓得转身就要逃 却被身后的小丽吓了一跳 小美询问小丽是不是在梦游 她刚才听到了声音 并看到厨房的灯光 小丽却认为是房子年久失修 可能是谁管老话发出的声音 接着就转身回房睡觉去了 小美回到房间心神不宁 为了防止是自己幻听造成的错觉 她开启了手机的录音模式 并放在自己床头 第二天清晨小丽来到卫生间洗漱 刷牙时发现牙刷似乎被人用过 可小美却说自己根本没碰过她的牙刷 接着小丽从牙刷里抽出了一根扭曲的毛发 差点把她恶心地吐了出来 而小美起床后 发现床头的手机并没有录音记录 她来到厨房 遇到小丽正在冰箱翻找吃的 可昨天吃剩放进冰箱的炒面竟然不见了 屋子里只有他们俩人 老鼠也不可能打开冰箱门 这时小丽也闻到了一阵腐烂的臭味 她认为是房屋管道的问题 决定第二天找个水管修理工来看看 夜晚小美依然把手机调为录音模式后入睡 这次半夜她醒来插上耳机 准备听听手机录音 可没多久她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似乎就在墙壁附近 小美悄悄把灯打开 却没看到任何东西 这时窗户突然一声响动 把小美吓得连忙跑到隔壁小丽房间 和对方睡一起 可第二天她醒来后 想要告诉小丽自己房间的怪声 却发现手机里的录音再次消失了 水管修理工开始从卫生间检查臭味的来源 而小美和小丽则去镇上的五金店买些东西 可就在两人走后 修理工突然听到房间里有脚步声 她走出房间高声询问 却并没有人回应她 可修着修着身后又传来脚步声 她转头似乎看到了恐怖的东西尖叫起来 当小美和小丽回到家中 发现修理工似乎离开了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回到客厅的小美 发现昨晚相机忘记关了 睡前她查看相机照片时 发现似乎拍到了一个穿着短裙的人 夜晚小美起来喝水 看到客厅的窗户开着 就在她关上后 眼角余光发现一旁的窗帘后 站着一个人影 吓得小美惊恐地大叫起来 小丽听到后冲下楼 搂着对方准备离开 却发现厨房内 有人用鲜血写下了两人的姓名 两人吓得赶紧逃到屋外的车里 拨通电话报警 小美透过车窗 看到房间二楼窗帘后 似乎有人正看着她 警员到来后 检查了所有房间 却没发现任何一场 两人把她带到厨房 却发现墙壁上的血字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员认为他们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说房子很安全 有事再联系自己吧 两人无法解释 只好把相机再次放到客厅后开启 如果有意外发生 也能拍下当成证据 第二天小美来到镇上的房屋管理局 查看所住房屋的房型图 竟然发现 图纸上和他们住的地方有所差异 于是用手机拍下了照片 回家小丽查看照片 发现图纸上似乎多了一间房间 两人来到厨房打开壁橱 照片中这个位置原本是一扇门 撬开壁橱的背板后 有个通道 胆大的小丽跪着从通道 爬进了那间屋子 发现里面满地的垃圾 还有一个床铺 似乎有人居住在这间房间 她让小美报警 可对方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 刚才两人还在沙发上 看手机的平面图 找了许久没找到 于是让小丽拨打自己号码 可手机铃声 却是从沙发背后传来 两人搬开沙发后 又发现了一个通道 小丽再次钻入发现里面四通八达 通向这座房子里的各个房间的墙壁 原来一直有人住在这里并监视着他们 而小美也从相机中发现 沙发后爬出过一个赤裸的男人 通道里的小丽 也发现了一张写着他们名字的透明薄膜 正是那碗厨房看到的写字 墙上的洞也能直接看到他们的卧室 这时一个男人猛地扑向了小丽 口中大喊这是他的房子 小丽吓得夺路而逃 逃跑途中 还看到了那位失踪的修理工尸体 听到通道里小丽的尖叫 小美拿起一把电动钉枪钻了进去 想要救他 循着声音发现那个男人正在不断伸手抓向小丽 他用枪在对方身上钉了两枪 不料疼痛激起了男人的怒火 他放弃楼梯上的小丽追向了小美 没多久小美就被男人追上 把他按在墙壁上 这时从楼梯回到房间内的小丽 听到墙壁内的呼救 抄起一把钉锤就砸向墙壁 吓得小美更是惊叫连连 自己还没被神秘男人掐死 估计先要被小丽锤死 他使出吃奶的劲挣扎 终于成功和男人交换了位置 随着小丽的一锤下去 墙壁内声音消失 而锤出的洞里流出一股鲜血 小丽不知道自己锤中了谁 不断喊着小美的名字 幸好中锤的是那个男人 逃出升天的两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不久后小美回到了城市的公寓中 可刚和小丽通完电话 却发现台灯开始忽明忽暗 接着听到墙壁后 似乎又有什么声音 他强人恐惧 把耳朵贴在了墙壁上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被惊醒的他满头冷汗 他看向床头的墙壁 如梦中那样用耳朵贴近 只是这次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大学新生马拉一边和母亲打着电话 一边排在了洗澡队伍的最后面 挂掉电话之后 他着急地询问前面的同学艾米莉 为什么队伍会这么长 原来是二楼的浴室坏了 所有人都在这个楼层排队 不幸邪的马拉想要去其他楼层看看 他让电梯里的人等一下 可等他打开电梯 却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接着他按下了四层的按钮 可电梯却直接到了五楼 电梯门打开后 马拉抱怨着想要乘坐电梯返回 他看向走廊的尽头 心想或许这一层的浴室是好的 他走到了走廊的淋浴室 循着水声打开门 发现虽然淋浴不是很好 但洗澡还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马拉脱下了衣服 开始洗洗澡来 但洗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水停了 灯也被关上 就在他疑惑着出来查看时 灯又重新恢复了通电 但就在马拉穿好衣服离开的时候 他掉下的头发被什么东西 拉进了下水道 第二天 马拉在体育课上参加跳远测试 在一阵快速的助跑之后 他竟然跳出了新的记录 就在他收拾装备准备离开时 帅气的教练科迪过来搭讪 他想要认识下马拉 还好女同学及时过来解围 并邀请他今晚去阿曼达家里 庆祝新记录的诞生 但马拉表示自己要先去洗个澡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他回到宿舍后 直接乘坐电梯来到了五楼 愉快地冲起了梁 但镜头切到另外一边 马拉的身后正站着一个赤裸的男人 突然马拉似乎被什么东西上身 眼球直接翻摆 他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 似乎是一个男人被关在了淋浴房里 但没多久马拉又恢复了正常 回到宿舍的他 想要给妈妈分享自己的恐惧 但同学艾米丽打断了他 接着马拉向他分享了 自己在五楼淋浴的事情 称他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艾米丽告诉他五楼已经被封闭了 电梯也不可能到达五楼 马拉觉得可能是电梯出现了故障 艾米丽告诉他 有传言说 一年前有一个学生在五楼失踪 所以学校关闭了整个楼层 到了晚上 马拉正在睡觉 突然一滴水滴在了他的脸上 醒来的马拉以为是自己的同学 他坐起身看到门上的洞也流出液体 于是他打开门来到走廊上 只见楼梯的上方不断有水流下 就在马拉疑惑时 他低头发现脚下的水 已经变成了血色 这时 他身后的电梯缓缓打开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退着走了进去 他又来到了五楼的淋浴房里 但就在洗着澡时 淋浴流出的水变成了血 一个男人在他耳边呼唤着他的名字 马拉突然被惊醒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社友仍然躺在床上 门上也没有流出任何液体 马拉找到了之前搭讪他的科迪 科迪拿过他的手机 关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但听到马拉想打听关于五楼的事情 科迪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在警告马拉远离五楼之后 他迅速开车离开 到了晚上马拉再一次来到了五楼的淋浴室 在洗手的时候 不小心把自己的戒指掉到了下水道里 他掀开盖子找了回来 还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坏掉的眼镜 他拿起眼镜仔细打量 这时灯光熄灭 马拉眼睛再次翻白 他又看到了一些片段 一个男生被几人堵在淋浴房里 他正大叫着求几人放他出去 没过一会马拉恢复了正常 但他竟咳出了一个玻璃碎片 比对之下 竟是下水道中那个眼镜上缺湿的部分 马拉吓得赶紧逃离了这里 夜晚睡觉的时候 摄友被微弱的撕裂声吵醒 他起身查看 发现马拉正在不停地用手抓着墙 墙壁上全是他的手指流下的血迹 摄友赶忙叫醒马拉 但马拉称 他可能是自己压力太大 做了一个噩梦 接着摄友给他介绍了学生心理服务 但就在向对方请教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手机正在自己滑动 他看到了一张四人的合影 这四个人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在查询之下 马拉发现照片中的三人都已经奇怪地死去 继续查看照片 他在照片的角落里 发现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似乎正是他在淋浴室看到的人 这时电话里的女生恭喜 他找到了正确的人 而在那张合照里 他发现了科迪的身影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接下来的一周 马拉都没有出现在校园里 他打印出了几人的合照 圈出了眼镜男 并把照片的背面写上科迪杀了我 散布在校园的个处 科迪在看到照片之后 马上开车离开 设有艾米丽在回到宿舍之后 也看到了类似的照片 他给马拉打去了电话 在无人接听之后 他乘坐电梯来到了五楼 走廊深处传来马拉的低语声 循着声音 他来到了淋浴房 只见马拉正坐在地上对着空气说话 看到马拉奇怪的样子 艾米丽劝他回到宿舍 但马拉却说自己不会离开他 并称自己会帮助他带走最后一个人 接着他对着镜子诡异地梳起头来 艾米丽本想继续劝说他离开 但突然眼前的镜子爆裂开来 在马拉的威胁下 他一边拨打报警电话 一边来到电梯前 可就在电话无故断线后 他看向身后被封闭的楼梯 突然出现一个皮肤溃烂的眼镜男 朝他嘶吼 艾米丽害怕地走进电梯 慌忙关上了门 另外一边的聚会上 沙发上的柯迪似乎有什么心事 而五楼的马拉此时正在对着镜子化妆 接着他戴着那副下水道里的眼镜 来到了聚会上 柯迪询问他关于照片的事情 但马拉并不承认是自己所为 接着两人的眼神发生了一些暧昧 就在两人亲吻的时候 马拉把那副眼镜塞进了他的口袋里 随后两人进入电梯 马拉把柯迪的眼睛蒙起来 按下了五楼的按钮 随后两人来到了五楼的淋浴房 就在两人暧昧的时候 马拉拿下了那副眼镜上的碎片 他摘下了柯迪的眼罩 然后把碎片插进了他的脖子 顿时鲜血喷涌出 而马拉也变成了那个皮肤溃烂的眼镜男 柯迪不停地在地上身影着 他想起了一年前 在这间淋浴房发生的事 当时他和另外三人 把眼镜男推进了淋浴房 堵住门打开了热水 尽管眼镜男在里面大声地呼救 但几人没有一丝的同情 直到里面没有了声响 在看到眼镜男已经死去之后 四人迅速逃离 而另一边 柯迪爬进了那间淋浴房 马拉则在一旁洗着澡 突然他清醒了过来 看着脚下的男人和满身的鲜血 他惊恐万分 随后就被赶来的警察抓了起来 而走廊的另一边 眼镜男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这次故事结束 在恐怖的背后 这一集 其实是一个关于校园霸凌的悲惨故事 夜晚约翰突然被女儿的呼唤声吵醒 原来女儿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 抱着父亲的手不让他离开 约翰只好留下陪他讲起故事来 他说起自己潜水员的职业 海底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等女儿长大后 也会带他去看看 这时女儿突然说让约翰明天不要走 他刚才做的噩梦 就是关于约翰的 自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看到关心自己的女儿 约翰不想让他难过 于是答应对方 明天他不去参加原计划的山洞潜水了 就在离家不远的湖里 做一下简单的潜水训练 第二天约翰 开车来到了一片美丽的湖泊 他穿戴上自己的全套潜水装备 向着湖水里走去 可就在他入水不久 突然听到一阵螺旋桨声 出现在他的头顶 一架直升机用吊篮 从湖中接水时 不小心把约翰也一起装了进去 被困在吊篮中的约翰拼命挣扎 可无济于事 直升机飞到一处冒烟的森林上空 将吊篮中的水抛洒了下去 倒霉的约翰就这样从空中摔进了树林 不知过了多久 约翰被浓烟呛醒 发现他已经身处一片火海 他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 戴上潜水镜后 开始站起观察四周 确认自己被意外 投到了一处森林大火中 约翰被烟雾呛得不断咳嗽 只好趴下在草丛中匍匐前进 没多久他发现一棵树上 挂着自己丢失的潜水氧气瓶 自己现在无法呼吸 正急需他的帮助 于是抓着树枝 向氧气瓶位置攀爬起来 可就在他够到氧气瓶的瞬间 脚下的树枝突然断裂 约翰从树上摔下 并被尖锐的树枝扎入了腹部 他一边发出痛苦的叫声 一边挣扎做起带上了氧气瓶 虽然暂时解决了浓烟的困扰 但氧气瓶剩余的氧气 只能坚持34分钟 自己被扎伤的腹部伤势也很严重 这时约翰发现 不远处山上有一个护灵园塔 那里应该有备用的通讯设施 可以发出求救信号 但他向那个方向走着走着 眼前被一片燃烧的火海挡住了去乳 约翰想起了自己给女儿讲的睡前故事 里面有一只失去父母的小浣熊 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他们 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 他教导女儿 有时候生活中会遇到一些 没有遇见到的问题 但你必须要面对他们并且坚持下去 就如同故事中的小浣熊 这是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把约翰的思绪打断 正是那架将他带来扔进森林的直升机 约翰不断挥手呼喊求救 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氧气的时间也仅剩26分钟了 他尝试绕过火海前往护灵园塔楼 路上遇到了一个死去的护灵园 虽然从对方身上找到了一个对讲机 但不管他如何呼喊 对面那头只有嘈杂的电流声 约翰向着护灵园塔楼继续前进 发现了一辆废弃的房车 他进入后脱去氧气面罩 开始干呕起来 房车内水壶中已经滴水不剩 但他找到了一个急救箱 里面还有一些酒精和绷带 约翰忍住疼痛 艰难地拔出了扎入自己腹部的树枝 接着将酒精倒上去消毒 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惨叫 然后他找到一根回形针 用钳子将其弯成钩子状 开始自己缝合伤口 并用绷带包扎 当一切完毕后 约翰筋疲力尽地昏了过去 他梦到自己有一晚陪着女儿入睡 可半夜醒来发现门外一片火光 门外也传来人走路的脚步声 约翰呼喊妻子的名字 但没有得到回应 他转头看向沉睡中的女儿 发现脚步声直接来到了床边 对方竟然是那个被烧死的护灵员 无线电传来的呼喊声将约翰唤醒 对方是美国灵物局工作人员 约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对方也答应尽快派人赶过去 心中放下一块石头的约翰 再次浑睡了过去 这次梦中女儿被对着约翰说 他不应该在这里 他以为女儿不想自己给他讲故事 可女儿却让约翰看向他 问他感觉到了吗 约翰正疑惑时 一团火焰在自己身上燃起 被惊醒的约翰发现 森林大火已经烧到房车面前 他只好戴上氧气面罩 离开房车 天亮后他收到了 对讲机内救援队的信息 但约翰四周一片浓烟 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在位置 救援队只好告知 在他原来位置东面半英里处 有座护灵园塔 让他前往那里 约翰此时疲劳过度 加上失血过多 已经渐渐产生了一些幻觉 女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约翰连忙追了过去 可对方没一会就跑得不见踪影 约翰大喊四处寻找 却从一棵树后 看到那死去的护灵园 他被吓得摔倒在地 昏迷了过去 可没多久 求生的本能让他再次睁开了双眼 氧气瓶内 也只有最后三分钟的氧气了 这时约翰突然看到 女儿的身影在向他招手 他跟着对方继续在浓烟中前行 直到氧气罐内 氧气用完 约翰终于来到了护灵园塔楼面前 他向着塔顶大喊 却无人应答 只好尝试自己向上攀爬 攀爬时 他又回想起昨晚和女儿告别时 对方神情似乎有些异常 不肯告诉约翰自己梦到了什么 分别时还抓住他的手臂 说谢谢他的陪伴 就在约翰筋疲力尽时 女儿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 向他伸出右手 约翰想要抓住女儿的小手 可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力气 从楼梯上摔落了下去 至此故事结束 其实本集在剧情上较弱 主要营造了一个 潜水员被困森林大火的荒诞场面 至此八集内容全部结束 你更喜欢其中的哪一集呢 后续书香歌将继续更新 更多恐怖单元聚集 制作不易 请给一个免费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评论区里见